那接下來呢 又是一個 算是一個小的主題啦 我們希望呢 我們的input裝置呢 從簡單的這個switch呢 變成是一個keyboard 440的keyboard 甚至於更大的這個keyboard 我們叫keypad 那我們知道呢 這個一個keyboard上面 或是一個keypad上面呢 可能會有很多的字 比如說會有16個鍵 或者是101個鍵 那你的這個SMT32呢 要少到這101個鍵 那你很可能就需要花掉101個GPIO 對不對 那這對你來說是很划不來的 因為第一個你的GPIO其實可以很快 快到10MHz 你的鍵盤不可能達到10MHz 你其實有點殺機用牛刀對不對 所以你就想說有沒有可能 我用比較少的pin呢 就可以來掃這些東西 所以就要跟今天跟各位講 這個keypad scan的一個基本的這個原理 其實是一個變化型的gender purpose 的input的一個設計 沒有很難 讓各位看一下 這是一個440的keypad 你各位可以把它更大的 更大的keypad 那這個keypad裡面總共有16個鍵 代表說各位最多可能要花掉16個pin 一個接一個 是它的結果 可是它沒有這樣做 它基本上呢 用的是八個pin 那八個pin的第一個pin呢 指的是指 第一個pin的是第四個column 所以這一個呢 是連到這四個column pin2是連到這個 第三個column 第三個pin 第四個pin 那另外四個pin呢 紅色四個pin呢 是road 第一個road 第二個road 第三個road 第四個road 所以它其實只用掉了 只用了八個pin 就可以讓你掃16個東西出來 那我們看一下線路數是怎麼接的 那總共有八個pin 分別是四個 是column column column 那四個是road的 road road ok 所以你把這個八個pin呢 接到你的gpl上面去 那你只要透過輸出某些東西 然後讀某些東西 你就來判斷 這個按鈕按下去沒有 我舉例來說 比方說 這個按鈕呢 你按下去了 第17的按鈕按下去了 按下去的時候呢 如果你這邊輸的是 1 0 0 0的話 就這邊灌的是0 這邊是0 這邊是0 這邊是1的話 你去讀這個值 假設這個按鈕沒按 這個按鈕沒按 就這個按鈕按的話 你應該讀到的值是 0 0 所以你只要輸 100 你讀不看 是不是 0001 你就知道這個pin呢 有沒有 被按下去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動作 如果寫 0100 我讀什麼出來 我才知道17有沒有按下去 當然是你不管怎麼讀 都不會讀到答案 因為這個值必須要是1的 這邊讀1 這邊才會有1的結果 這是第一個 要跟各位講的 所以你必須輸出 正確的pattern 在正確的接角上 你才有辦法 在讀的時候呢 讀到接角 才會對應的答案 那你會問我說 那我可不可以輸 0001 讀出來的答案是 0001 那這樣答案對不對 也是一樣 這個接角誰先送 誰先讀是一回事 這個都可以判亂 SH17呢 有沒有被SH 那如果說我想要一次按 好幾個按鈕 比方說我 59 13 17 一起按的話 那很可能你就要寫 100 讀看是不是 1111 所以你也可以掃一次掃好幾個pin 好幾個按鈕 如果你要上一個按鈕 有沒有被按下去 是一種掃法 如果你要按 目前有多少 這個按鈕被按下去 是個掃法 所以如果我要一個按鈕 一個按鈕來判斷有沒有被掃 請問我要輸出多少次的資料 跟輸入多少資料 我才有辦法知道 如果我要掃完這16個鍵 一個一個掃 我要輸出幾次 輸入幾次 輸出16次 輸入16次 我才能知道每一個pin 有沒有被掃到 那同學問我 請問我第一次掃到的時候 會不會再掃完一輪 第一次掃到那個人 其實已經放手了 會不會說沒有掃到東西 那有可能 就是你的運氣就是這麼好這樣子 可是各位想想看 這掃一次有多快 對不對 你GPI又掃得多快 你就掃得很快這樣 只要你的取樣 就好像這個 跟所有取樣低輪都是這樣 對不對 假設你的波形 這個下榮定理 告訴你 你波形的這個頻率 跟你掃拿的頻率 必須要有一定的關係 才有辦法掃到所有的答案 這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這個 我們說掃的東西 所以你用了八個pin 相較於原來用16個pin 你就可以用 八個pin 就掃到所有的內容 那我們怎麼做呢 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這八個接角 就接到各位的GPIO去 那其中四個呢 把它config成input 把四個config成output 你就不斷地打pattern 讀pattern 讀pattern 你就知道它ABCD哪個東西 各位就用了八個GPIO的接角 就可以控制這四乘四的keypad 好 這是我們的接法 很容易接 你就找幾個七段顯示器 你就用八個去接你的七段顯示器 然後你這邊用 我們剛剛講 八個接角去接你的keypad 那你接完之後呢 根據它的不同的接角 接得到哪個pin呢 你就會有不同的碼 這個碼代表說 如果我輸出什麼東西 那我輸入什麼東西 得到什麼答案 那我就應該覺得這是一個什麼東西 ok 就這樣 好 這個圖就是剛剛同學有問說 為什麼長得成這樣子 就是看你各位的接法怎麼接 那我看我斜接的都沒關係 好 我就把它接到什麼 我把它接到 porb的第二個pin porb的第十個pin porb的第十一個pin porb的第十一個pin 十二個pin porb的1 porb的0 porb的5 porb的5 這是我的這樣接法 這個接比較少 各位這是三乘四的 剛剛那是四乘四的 我這個p5書100的話呢 如果是100 我讀到的是0001的話 那是緊字號 對 所以我輸100 我得到的是0001 那就緊字號 順序就是類似這樣子 所以各位就寫一段程式 掃十二次 就可以掃到十二個按鈕 有沒有被按下去 你就知道按了什麼東西 這個很簡單 好 這沒問題吧 這個呢就是我慢慢各位會用到的 C的程式 那我先去講一下C的程式是 就是Main的Program colic INIT GPIO 我想這個INIT GPIO 應該就是在做一些什麼 AHB2 Enable 然後config 什麼Pore是Input 還是Output 是PushPore 還是OpenDrain 或者是PoreUp 還是PoreDown 好 這沒有問題 接下來呢就做一個loop 就不斷的掃東西 掃什麼東西呢 就是輸pc的5 就是剛剛pc的5 pb的0 跟pb的1 我想就是應該指的是指這個 pb5 pb0 pb1 外面就輸high對不對 100 那這什麼意思呢 GPIOC呢是一個structure 是一個指標 那這個pointer 它pointer叫GPIOC的一個指標 一個資料結構的指標 那我們知道GPIOC呢 有一個資料結構呢 說明了哪一個bit用來幹什麼用 有控制的 mode 什麼up down config type 那資料結構 所以這個GPIOC指的是指那個資料結構 而那個結構正好指到 在記憶體裡面控制GPIOC那個記憶段 所以你只要把它記憶段對對了 你只要操作這個資料結構的某一個bit on或者off的話呢 其實就在操作那個記憶體 所以其實對各位來說 就在操作那個記憶體 這個行為 就是在操作那個記憶體 可是記憶體非常非常特別 因為這個記憶體呢 就是各位的那些control register 那些sram 各位記得嗎我們程式裡面 有些是各位的程式 還有一個是internal register 一些control register control memory 那個memory 控制的各位所有的GPIO 所有的各種不同的裝置 的記憶體 所以那邊填值 各位就等於是改變它的值 那這樣寫呢 就比各位過去怎麼寫 各位過去要算什麼address 然後射某個bit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這邊就是 跟他說我要輸出1 輸出0 輸出1 這射完之後呢 馬上就會動作了 因為這是其實記憶體操作 那射完 100之後呢 就去讀GPIO read data bit paw b的pin12 paw b的pin11 paw b的pin10 跟paw b的2 那這些function code呢 不外乎呢 就是去把GPIO b的idb input data register idr 把它讀進來 然後去算那個第16個pin 看它是不是被按到1 這個function code 其實就在操作 就在取得那塊GPIO b的input data register 的值拿來 然後去掃它的第幾個bit 看它有沒有被按起來 就來判斷說 到底那個值有沒有被按下去 所以看得出來如果輸的是100 而讀到的是這個pin12是1的話 那就會Display3 Display6 Display9 那再來呢就是輸010 對不對 010然後再掃一次 然後再輸001 再掃一次 OK 那這樣就可以達到你掃描的工作了 我們剛剛有寫GPIO INIT 有寫這個 7219的INIT 那也有寫7219的SAN 各位還記不記得 這兩個function其實我們都寫過了 對不對 我們之前寫過了 那我們只是把它包起來 讓我的CK可以扣到 所以這個實驗相對起來比較簡單 它其實目的就是讓各位 學會怎麼用C 扣Assembly的Procedure這樣子 那各位看就是 我覺得其實就是扣這個 扣這個 扣這個 那就做完了 對不對 就扣這個做完了 那Display是各位要寫的 這個Program 不過基本上GPIO MAX2719 這個各位已經以前都寫過了 各位有修Display Display其實就扣Stand 個程是不要都抄 抄得沒有用 因為各位看出來這其實 有很多不符合呼叫APCS 這個Procedure Code的Standard 這個只給各位參考用而已 各位不要完全抄這個 會出事情的 因為各位知道 我們剛剛有講 誰要prepare caller friend 誰要prepare colleague friend 是有個標準在那邊 那你沒有備份就亂用 或是都不備份的情況之下 那就會出問題 而且你不要忘記喔 你現在是跟C一起在編 跟C一起編 那跟C一起編的時候呢 那就C就會有些對你的期待 要記住 那這是GPIO的INIT 我想各位知道 就是enableGPIO的 這個clock 某個這樣子 把A enable起來 然後設哪一個 要Active哪一個啦 然後呢 有沒有mode啊 speed啊 push pull啊 或者是哪個type啊 或是pull up pull down 那這個呢 是7219的INIT 7219的INIT 各位應該知道 其實就是一顆 這控制器三個pin的 我們上次有學過 怎麼去初始化它 最後就是Stand 這兩個程式都是從Lab5拿來的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怎麼做 好這個是我們的Lab6.0 6.0 主要目的呢 是把各位在第五個實驗室的組合語言呢 包成一些韓式庫 然後呢 讓實驗6.0的這個C code呢 可以呼叫到它 6.1呢 就是一個標準的keyboard scan 就是剛剛我們跟各位講的東西是一樣 我們希望各位去 錄取我們給各位的這個小keypad 然後呢 再去實作這個 Display function 那Display在兩顆七段顯示上面 我想這個C code就 相對輕鬆了 GPL init mass7219init keeper init 然後wire 我想它應該就在掃的動作嘛 就這邊一個loop在掃 然後呢這個GPLB的IDR 讀進來的是什麼 然後 不是什麼 然後這邊就做判斷 然後debouncing 還要做debouncing 然後再判斷 做什麼東西 我想這個C code給各位看 非常簡單喔 比較多的是bit operation這樣子而已 bit operation啊 然後shift load 這些東西 可是基本上就在操作的那些記憶體 各位參考 keeper cpi output 這是init 射程output 然後射程input 就是我們的實驗6 我們到目前為止呢 跟各位介紹了組合語言 我們的arm的組合語言的一個基本的概念 讓各位知道說硬體的實在真正運行的時候呢 有哪些真實的行為 然後所以一開始前幾個實驗呢 都讓各位寫組合語言 讓各位體會 在CPU內部運作的一些行為 跟一些動作 接下來上一個兩個禮拜 跟這個禮拜呢 讓各位開始知道說 原來外部的東西呢 可以看外部取得一些聯繫 所以GPIO啊 這些東西 那各位可能一開始很簡單 做LED燈啊 讀資料 就這樣子而已 這是各位在過去幾個禮拜學的東西 那接下來呢 我們慢慢把重點呢 就移到了控制的部分 一開始是組合語言的部分 所以當然就是組合語言 後面呢就是控制的部分 那控制的部分呢 我們就希望各位可以發揮更多的 把比較多的時間 發揮到控制這些東西上面 而不是寫組合語言 所以呢 我們跟各位介紹了 組合語言跟C的關係 甚至於跟各位講說 之後呢 各位可以用C呢 來寫做Proven 86.2 其實是用C呢 來做剛剛之前 各位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才能做這個Keyboard Scan的動作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從現在開始之後呢 我們跟各位介紹的語言呢 就是高階的語言 就如何用C的語言 去做外部的控制 這是好消息 就可以用C來寫的程式 那什麼是壞消息呢 壞消息就是說 我們已經不只 僅僅滿足於GPIO這種東西了 我們可能還會需要 它具備通訊的能力啊 我們甚至可以具備它 A to D A的能力啊 就是可以做 類比轉數位的能力啊 我們想要控制 步進馬達啦 這些東西 所以接下來就會用C呢 背上我們這個板子呢 做更多的控制 那這樣結束了嗎 這樣還沒結束 因為畢竟用C的語言呢 來寫這種控制器呢 還是屬於相對麻煩 所以就有很多人去想說 有沒有辦法簡化這些程式的開發 比方說就發展出來了更高級的語言 就像Arduino就是這樣的語言 就是很高級很簡單 它其實怎麼來的 就是C來的 C怎麼來的 C就是Assembly來的 Assembly來的 Assembly就是Machine Core來的 所以各位從下面呢 就慢慢看到這個整個程式 從原來計算器的Machine Core 組合語言C語言 開始往上疊這樣子 所以各位可以慢慢看到 這個資工人負責的部分 跟我們的角色這樣子 可以看到嗎 C